最为严重的造型,因此东京的国际法庭在整理过程当中加大了本性的力度,仅仅用在法庭取证的时间,就发现了三个军事。 对于这场屠杀的最高负责人东景时针,也当时进行了特别新闻。 东景时针是二十八名甲击贷分之一,是攻打南京的最高屠杀。 就在国际法庭成立南京大屠杀的城市,中国国内也开始清算日军在南京的暴击。 1940年失业,南京大屠杀的另一个主办,古秀夫被取决。 1937年,南京陷落的当局,是他率领的部队,最先攻进南京,开战成了。 就在古秀夫处罚之后,并有两名日本少尉被引入到中国,而发现这两个恶魔杀人证据的, 设置在日本的高文兵。 到了1947年下半年,东京法庭关于中国之后, 而且属于忙碌之中的高文兵,终于能够放红一下金刚的事情。 不过,他还一无自往地每天去国际检查室资料库, 在已封存了大量战争期间关于日本的出版。 今天,东京法庭关于中国章青年,古老板的日本告知,引起了高文兵的故意。 当上面当载的照片,更是让他证据。 这一半都有 rasp动出来, 那里的两个都市场难的了。 那里呢就,这个是个、「罗罚之后非要好似乎种。 我认为,这种不可能,就是这个城市在一般的, 一般的王匠就参加很多。 有什么意思。 这个,,东南京的东南京,东南京的东京还有1355巿, 一直是他,我差不多5165巿, 我说了5165巿。 就是判施了,开军灯的火,就会不会太长, 可以, 东载新闻的报纸是日本的故事, 专门不但刊登的照片, 还有一个充满血细的邮件, 百元长打击在中, 这件一批查上人凶手, 无疑是一份强有力证据, 可文毕立刻把报纸被人专专, 我素即往南京, 那我也亦呐, 通常��和 timana 轻ار地区, 东轻周、东轻去豁 Germans iki could, layered轻郁会和其他一路, coats 到 Sabrina Bih 18, 而经常西农忠, 共其他军租 guy, 史美迂于当时是南京冲士法城的情感, 周朗高文津寄来的这份资料他非常高兴 但有时随着战争的结束 日本侵略军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本土 推查两个杀人狂魔的行动成为一个满体 所以美国人马上就很认真地下门去查 那样查了大概好几年 这两个是同家 两个同家一起打上去 二战就从中国先回到日本 这许多士兵到当地以后 当地的部门也打他以后 在非常困难情况下 穿着发生者 两个穿着白的衣服 这一个地上 有马路口的打马路口的地方 拿来踢他 往地上来跟进去 这样打他 抓到五次 抓到五次 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这一个都在隔岸 有一个人一起打他们 再找一遍 满水在南京的大陆平台 结果在其他被看 现在南京大陆平台 还有什么 还有在南京大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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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がって 打的消息 这边 对于这样一个反常 更多的起案 2014年 在日本共一势力的情统下 这两个人的家族 在日本提出了诉讼 公开质疑 对于这两人杀了噩魔的探机 這兩者成為兩者面臨 兩者像這個地方法律將封定的 有信號一樣 控告為了信號 或者是兩者裝過殺人 所以他的弟弟就把他殺掉 他就這個 出了身體 或者何人說 他就不回答 東京的國際法庭在結束了全部庭審之後 宣佈休息 28名日本甲敵戰場中 除了兩人避死 一人殺風之外 其餘25人都在日本東京的朝鴨監獄等待判決 松溫冰隨從檢察官向澤敬回到了國內 這個時候已經是1948年 對於東京的庭審 高文斌再不忍起來 也感到了不少的遺憾 knowing 獨立 yesterday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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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斌说,在东京审判中,还有一名假地照犯没有出现的审判集团。这个人就是清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所以藏着名字。 文革直冲听说,公民长直冲,李恵徳说, Nosioen,我们汉州下居住院。 在公民的时候,在新宿盖定的外公民,这一块摇牙去吃很多些汤肉。 所以如果民眾去打,我們共產黨和他們的共會,總是熱情,總算 這次當年,我領養他,就是華為,總共產黨大陸隊打,就是不上經驗 我領養不上經驗,就是命戰,所以一直打的當兵,你自己的一條 人家人領養,就是要領養他的不上經驗 我領養他,用他從中間的打犯經驗,或他把安全可視為殘留,打擊 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已經一十兩年多的中間審判,終於進入尾聲 但此時,十一國的法官們,在是否判處被告此行的問題呢,產生了嚴重分析 最終,法官以密密投票的方式,決定撞散的生死去國 而最終,法官以密髮地生死去國 很難以密集,都不願意密集中是否判處自行,居然是否判處自行 這件事是否判處自行的,在後期的施行嗎? 確定撞散的社會是否判處自行的 那個人心視視病、改革主義… 沒錯,一般人那些不治藏的 route 就是最冠的 所以最大規定的指定是罷免的 然後自己的定局 他們打算一直討論 而就是後來就 沒法專門的那個位置 他說的那個時候 他就發說法定很常的 是沒有空白的 就是平民 最後的接種 最後的接種 1948年11月12日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第818次也就是最後一次開庭 委員長宣布 以中條英軍為首的日本 25名戰犯全部有罪 在這些假基戰犯當中 中條英姬 土匪員賢二 百元真是兩層 清明被告被捕剿 12月13日 對清明戰爭狂人 走上了小兵架 他們火化後的骨灰 撒在光源上 至此 這場跨越持久的世界大骨灰 終於化下了庭 中條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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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條英軍